超萌光源兔在台北市長蔣萬安肩上陪伴 这是台湾灯会的周边商品 还有细菁的土耳灯 造型实用的提灯笼帆布包 转转光源蜡烛更是让蔣市长眼睛为之一亮 频频称赞他的设计 23款衣着穿戴创意食用 品味美食 疗愈香氛等产品 让民众逛灯会同时留下美好纪念 在这次活动中又邀请了在地19间的设计品牌 总共精选了23间的商品 在这次活动当中最最最最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就是可爱的兔耳灯 那这兔耳灯是由我们邀请 就是天晴设计的Alan老师 一起来共同创作的 它总共会有白色经典款及炫彩 未来炫彩款 所以在现在看到的是就是经典的白色款 那现在他肩膀上这次就是蒋市长的同肩款 叫同肩款吗 对 肩膀上的同肩款 非常的可爱 蒋市长就是身为model 跟我们的model相比下 就是那个可爱度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在这次他也是我们活动当中 最有名的穿戴型的商品 我们希望让人们能够成为城市的一环 让人们能够点亮城市的光 所以不是只有参与灯会而已 而是借由参与灯会 你也会成为灯会中表现 或是灯会中展演的一环 所以借由不断的就是穿戴型的商品 我们突破过往灯会的局限 让这样的灯会型的商品 穿戴在身上 持续的往下走 让大家知道 灯会的商品原来可以这么的有趣 下一页 那当然还有许多灯会型商品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2月1号起也会在实体的活动当中 去贩售的限量钥匙 全下一页 还有可爱的衣着穿搭类型的商品 我们在这次的商品类型当中 不只推广了 可以在户外穿搭的商品之外 还有衣着穿搭 可爱的灯笼款型的设计包包 非常可爱 这是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 那虽然我不是年轻人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背一下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是可以散步的时候走 非常可爱 那它的造型其实是灯笼造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就是跟灯会一起互相做呼应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 亲子类型的羽衣 那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下一页 也推出了就是包含不同的 亲子类型商品 外套啊 羽衣啊 T恤等等 都非常的可爱 好 下一页 在外出良品当中 大家每次光灯会最担心的就是什么 下雨 对不对 不要怕 这次灯会 你穿着雨衣 带着雨伞 都可以成为灯会的风景中的一环 所以不止我们在防疫疫情当中 每次大家要带那个洗手喷雾啊 或是酒精喷雾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准备了非常可爱的水深灶 让大家可以随时洗手 做防疫 那我们也准备了这可爱的 防泼水的自动折叠伞 那这个折叠伞它有一个活动的亮点 就是它其实会 晚上就是你白天吸了很多光 它晚上会发光哦 所以也是呼应到城市的光源的这样一个主轴 我把下一页 所以不只是雨伞 那当然还有民众特别喜爱的环保提带 那再次环保提带 它也是呼应了灯笼的造型 让我们可以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随时随地买饮料的时候 可以把它挂在身上 你就响应环保 那也当然就是呼应大家 就是不要用 不要用就是那个 一次性的好不好 大家就是响应环保 要用重复性的哦 可以逛Pico 也有很多重复性的商品 让大家做环保 好来帮我下一页 那我们在疗愈香氛类型当中 也是这一次的主题 商品中比较不一样的一环 当然比较少能够看到疗愈香氛的类型 能够在灯会商品中成为周边 那当然这也是呼应到 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灯会当中 不是只有这一次 而是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它能够在家里面 长长久久 成为大家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记忆中的一环 你每次在家里享受 哇 这个香气 就会享受 台湾灯会的美好 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许多 转转光源蜡烛 它已经有热对流的方式 让它的叶片可以旋转 所以在晚上点亮蜡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家的墙壁 或是天空上就会有星光 好来帮我下一页 不会只有就是热卖商品啊 水养鸡啊 扩箱石 扩箱目睹等等的 帮我下一页 当然还有我们这一次的品味美食系列 我们希望大家将就是光源来自于台北 将光荣带回去其他城市 所以这次也特别就是因应农历年节 邀请了各个设计品牌 去推出了年节的礼盒 在这样年节礼盒当中 大家在回乡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礼盒带回去 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回到台北的城市来 参与台湾灯会在台北 所以我们发展了不管是光源的茶礼盒 饼干铁盒 下一页 还有风光乍现的 当之闭的礼盒之外 还有造型的韩国片 那从老到幼 从就是大到小 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家 跟亲朋好友一起做共享 好 帮我下一页 这又是创意居家的商品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做DIY的商品 为了让民众沉静灯会饗宴 除了丰富周边 北市府还推出有趣的新年运势测验 将测验融合台北市特色与光源兔指引 测出不同运势结果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充满好运 我们不只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富有创意 同时我们也规划了艺术入店 也就是我们跟很多东区商圈的店家合作 我们将很多艺术的展示 相关的这些作品 能够在店家里面展出 那同时我想这一次 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很多的设计师一起共同合作 因为我们和Pinkway 共同结合了国内有19个设计品牌 然后推出了23项的周边商品 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地方政府 第一次推出了灯会的 相关的设计周边产品 那我们有希望所有来欣赏灯会的朋友 也都能够购买相关的纪念品 带回去 然后有着满满的回忆 不只是我们在灯会的当下 同时回家以后 甚至接下来的10年20年 下一次再回到台北举办的时候 这段期间大家都能够对于这一次 我们的灯会有满满的回忆 同时也都有非常难忘经验的体验 台湾灯会重返台北 市府办理周边商品设计开发 注入设计与创业产业软实力 结合丰沛的在地文创量能 并且在线上线下都有贩售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